大家好,最近发现几个月前是那个神作钢之炼金术师的20周年纪念 作者的荒帆老师也即将要开始新的连载 所以今天就来介绍钢之炼金术师真人版有多烂 这样就可以再次体会原作有多神了呢 那么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 钢之炼金术师在讲主角爱德跟弟弟艾尔小时候想要复活死去的母亲 而尝试了禁忌的人体炼成 结果以失败告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然后为了夺回失去的肉体 两兄弟踏上了寻找贤者知识的旅程 这样的钢链在2017年上映了真人版电影 在试音会的阶段就因为那极为大变的内容 受到原作粉丝们的大量批评 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上映后明明各大影评网站都只有两颗星的低分 但雅虎却是四颗星的好评 去看看里面的五颗星评论可以发现许多意义不明的日文 像是什么脸跟演技都是三星级饭店 什么三打最高肝脏 花类根本不会有人把感动打成肝脏 还出现了日文里不存在的简体字 根本就是花钱找了一堆中国人来洗高分嘛 烂电影应该要烂得有尊严 这样搞真的很不可取 这明显的小动作在网上造成话题 使得刚练真人版的评价更为低落 看来跟原作一样 制作方尝试了禁忌的高评价练成 结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那么这部电影烂在哪里呢 来看看网路上几个主要被批评的点 首先是大幅无视的原作的设定 师承刚练的世界观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等价交换的法则 想要练成什么东西一定得要消耗对应的物质 但在开始几分钟爱德就凭空修补了自己的衣服根本乱演 然后在最后他打开真理之门 看一下弟弟失去的肉体之后又毫发无伤的回来 哇勒去真理之门不是需要付出代价吗 不然你的左脚是怎么不见的 真理之门是什么阿嬷家可以给你想去就去啊 还有人气角色马斯坦大佐竟然直接从手里喷出一堆火来 他明明就是把对象作为燃烧物 然后用炼金素调整氧气浓度 再靠手套的摩擦弄出火花来引爆 但在电影里根本变成了一台火焰喷射器毫无逻辑可言 然后电影最后的战斗高潮就是他用火喷死两个人造人 主角爱德从头到尾除了弄出一个土盾土流壁之外什么都没干 我嘞主角完全没有活跃的场面是怎样 这部电影根本就不是钢支炼金素尸真人版 是火焰喷射器真人版 接下来就是选角的问题 虽然饰演主角的三田跟大佐的腾刚都受到了批评 但都远远比不上本田一眼的女主角温丽 因为人家的演技真是烂得太突出了 要说明一下本田一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女明星 然后LINE的广告很可爱 请看广告 真是太可爱了 我可以盯着看一整天 而问题就在于他演的温丽 只有服装是温丽 其他所有言行举止就是实实在在的本田一 从头到尾都好像在跟观众说 大家好我是本田一 看这个害羞的画面 这根本就不是温丽是本田一啊 因为这样使得电影里的温丽在网路上被说成是 不小心迷失在钢链世界里的本田一 而且两兄弟走到哪本田一就跟到哪 还两次成为敌方的人质根本找麻烦 原作的温丽是一个很可靠的女生 但在这部电影里只有一个化为根屁虫的本田一 不过因为本田一的温丽跟其他的大便比起来实在太大便 使得大部分对选角的批评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竟然靠着做自己而代替其他演员承受了骂名 本田一真是圣母一样的存在呀 再来就是剧情的问题 这部电影就是把原作的经典场面都接起来 一下去这里一下去那里 作为一部电影完全没有整合性 从最前面的小女孩狗狗竟然直接演到最后面的人行兵 经典场景要经过铺陈才会变成经典场景 这样全部挤在一起根本失去了剧情的张力 看过原作的会觉得很靠腰 没看过的根本不知道在干嘛 刚练这部作品就好像一块超上等的牛排值得细细品味 这电影就好像把牛排挤成一小片干巴巴的牛肉干 然后硬塞进你嘴里一样的感觉根本是标准的大便 其他还有一堆吐槽点像是知道了闲者之时的真相的时候 爱德不知道在叫三小你又没有要用他 看来真人版大便片里的男主都很喜欢突然大叫 然后最后造出来的人行兵根本烂到爆 原作的人行兵会跑会跳会咬人 电影里就跟僵尸一样慢慢走 然后开几枪就挂了 这种东西需要大费周章造出来吗 然后本田一途中不知道为什么要换上一件花花的洋装 根本土要换也是换温利的这件 北七耶 不过这部电影唯一的优点就是特效做得很好 特别是阿尔真的有真人版的感觉 看了一下导演的访谈 人家就一直强调我的特效非常讲究 借由这个阿尔的突破 咱们终于接近了好莱坞的等级什么的 看来人家把心血都花在特效上了 没有注意到内容有多大便 真是可惜 那么这就是刚吃炼金术师真人版的介绍了 虽然这部电影很大便 但它让我们学到就算你长得很正 也不能一直跟在男生的屁股后面 不然会被当成人质把事情搞得更麻烦呢 今天的影片都到 今天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再见